簡單線條堆疊出眼前人物模樣 才十多分鐘女子如花在紙上綻放 好好看喔 它底部 關注手繪的人 是資深廣告創意人紀元智 他也是國內線條繪畫 大都會景觀的畫家 過去作品大多以黑白為主 這會展覽精心揮灑顏料 呈現他的家鄉彰化二齡小麥農門 所以我這次回去 我最強烈的感受是 我從小麥田到麻雀 到我們幾個家鄉農友的衣著 他們的衣著是我偉然發現到說 原來他們衣著這麼樣的時尚 所以我才這一次用很大膽的顏色 去表現出我從來沒有用過的顏色 過去五年 父母相繼離世 他透過一幅幅畫畫下那些熟悉身影 從有黑皺緊的臉龐 看到和父母相似 觸心慢慢治愈 就是因為我爸媽不在了 所以 等下 等下我淚噴 仙人 所以今年除夕也只剩我跟我老婆跟小兒子 大二在美國讀書 所以我就格外的非常想念想念到 這邊都是我的淚水 我擦都擦不掉 傷心過度他就換個畫風 改以塗鴉方式說農友故事 有時同一幅畫不同風格呈現 筆觸 氛圍跟著改變 看出寄冤字 藝術造詣多元 他用無限寬廣創意 介紹彰化二菱 他的好友施明華 則成立喜悅行 收購當地小麥 做成手工麵包 將背叛跟靈聽 是在我們台灣農村裡面 現在目前最欠款 我只是有做到說 靈聽跟背叛這樣 畫下小麥農 搭配一句他們說過的話 即使身在都市 也能一秒回到彰化鄉間 體會辛勞 卻知足的農網人生 巴拉新聞 馬相林博志 台北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